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式的讲座就要开始了 我先自我就是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和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老师 然后我们的公司的地址也可以给大家先说一下 如果想要预约做面对面的咨询的话 也可以找到我们 我是Monkey Adelaide分部的顾问雅迷 今天是作为创场主持人来主持这一场的会议 另外的话我们的公司呢是在阿德莱德西尼和莫尔本都有公司 然后还有那个中国的苏州 如果大家是有相关的想要咨询的问题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四地的办公室 在阿德莱德我们的地址呢是在Random Mall高乐Place上面 44号高乐Place 然后Room2 Level 4 大家可以谷歌一下相关的地址应该也可以找到 我们的位置非常好找 就在那个HM的斜对面吧 如果大家想要来到我们办公室咨询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的顾问或者找到阿德莱德大队长 要我们的详细地址 那我们今天的竹江老师呢是斯大拉老师 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了 他在我们阿德莱德也是算一个很资深的老阿德了 然后在他手上的这个南欧州单的case啊 或者是189 190这样的case已经是就是很多很多了 很多成功的案例 然后很多学生也是慕名而来要找我们的斯大拉老师 来帮他就是安排或者是来规划后面的移民的道路 今天呢是由他来给我们主讲一下 今天的8月27号南澳州单的一个新的政策 我们制作了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列表 和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吧 是方便大家来阅读理解的 相信有很多同学也已经迫不及待的 已经打开过南澳州单的网页 已经看了他们的相关的政策 确实南澳州单相对来说是一个就是比较复杂 或者是就是很很很这种思维需要很活跃的去阅读 然后去深刻的理解才能get到他所需要的点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斯大拉老师就会一一的给大家 用最简短的语言或者是最清晰或最普通的语言 来给大家讲解这个比较深奥 或者是比较难搞懂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之后呢是有相关的Q&A环节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在讲座的过程中 说不定就已经拿就是得到了相关的解答 那或者是如果没有解答到你的相关问题 可以在Q&A环节发在我们的公屏上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群里面 发出相关的问题 我们是有专职的顾问和斯大拉老师 也会在那个群里面给大家做相应的解答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人数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开始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那么来欢迎斯大拉老师 喂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应该是七点钟开始的讲座 现在已经七点十七分了 不好意思 所以就说有一点点就是晚了一点点 大家吃过饭了吗 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 我这一个今天的今天的这个讲座的这个内容 我大概是下午的时候 大概是两点多的时候开始做 然后做到快六点 然后主要的就是把一些就是 拉奥周丹今天新政的一些内容 给大家就是就是high night出来 然后这些内容是比较重点的 也让大家就是能快速的了解到 就是今天这个周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之前我觉得今天不是我第一次讲这个周丹的讲座 所以就说我会觉得今天 这个拉奥周丹的这个新政的改动 还是非常的巨大的 因为它已经把整一个 我们可能用了两三年的 这个拉奥周丹的这一个政策 完全的打翻 然后用了一套全新的一个筛选的机制 去选择他觉得合适的 拉奥周丹的候选人 会少了很多以前的一些其他的 很多同学觉得不太合理的部分 也加入了很多就是可能应对于 现在的这个疫情的一些新的一个调整 所以就说 就是整个这个周丹的这个框架改动 我觉得是现在为止 除了那天ACT跟塔州之后 我们拉奥周出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大的 然后我们其实 之前大家有了解过拉奥周丹的话 拉奥周丹其实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 叫做commitment 就是说你对我们拉奥 就是一句大白话 就是说你对我们拉奥周丹有没有忠诚度 我们会非常的在乎非常的care 你有没有去过其他州 你有没有在其他州读过书 好像我们聊天室里面有同学问 我本科在其他州 我现在在拉奥读研 那我这个情况会不会跟 纯粹在拉奥读书的同学来讲 会有一些劣势 但是可能在新的周丹的政策下 可能不一定 但是以前来讲 那答案绝对是是的 但是在今天这个政策来讲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 说不定 你会跟拉奥毕业生站在的同一个起跑线上 没有很大的一个劣势 所以就说从这个根本上 拉奥周丹把他之前的那一套commitment的东西 全部都删掉了 而且有很多包括偏远地区的亲属担保 就是我们那个family chain的那部分 其实拉奥周丹也删除了 还有一些包括 以前我们经常讲到的high point 就是说这个申请人会有高分 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把拉奥周丹总结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PPT的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一页 其实这一页就是拉奥周丹今天所公布的 整个就是邀请的这个 就是说具体的细则 两个部分 一个是minimum的requirement 而另外一个就是preference的requirement 什么叫minimum requirement minimum requirement的意思就是说 你需要最低 就是说你一定需要满足的条件 而preference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满足了一些基本的requirement之后 也还有一些更优的选择 会有一个更好的条件 也是他们拉奥周丹会考虑的一个 就是说因素 所以就说我们不论就是不论这个学生他之前的背景 不论他的就是说持有过什么签证 读过什么专业 或者是他在澳洲哪个大学毕业 我们都不管 回到我们拉奥的现在的政策 你需要的满足的minimum requirement 就是三点 第一点你需要满足的就是年龄 拉奥周丹要求从来没有变 不超过45岁 接着英语要求 四个六分 接着分数 65分 这些都是一个最低的minimum的要求 接着第二点 申请人需要满足的 就是你的这个有一个提名职业 而这个提名职业需要在这一个 拉奥周丹的occupation list里面 这但是有一个事情是 这个occupation list现在没有公布 不知道 他说是coming soon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出来 不清楚 然后还有的一个就是 你需要有一个这个提名职业的职业评估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职业评估结果 接着第三点 也是今天最新的引入的一点 就是申请兰奥的最低的要求 就是说这个申请人 必须在兰奥至少工作三个月 而且这个工作必须跟他的提名职业高度相关 或者是提名职业 每周工作的小时 每周不少于二十 或者是每两周不少于四十 而这一个工作经验必须是在学历后获得的 就是说是我们讲的post qualification 的工作经验才算 而且也提到了收入的问题 就说不是说连收入 他指的是就说一个salary的这个pay 这个pay必须要达到一个 就是他们讲的是一个合理的rate 就是合理的位置基于你的这个skill的level来定的 就是我是一个阿大毕业的master的毕业的会计学生 我现在从事的这个会计的工作 具体的这个时薪应该得到的一个raise 就是一个reasonable正常的收入的水平 这些都写进了去这个minimum的requirement里面 所以就说三个要求 正常的联名英语或者是分数的要求 接着你的职业在职业列表里面有职业评估 同时你在拉奥这边有至少三个月的 就是提名职业或者跟提名职业高度相关的工作经验 同时你是合理配的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获得这个工作经验 就已经满足了拉奥周单的这个要求 但是不是满足的这个要求 我就可以去递交拉奥周单呢 不是的 因为呢拉奥周单在满足了这个minimum的requirement之后 他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有一些preference的requirement 为什么会有preference requirement呢 preference requirement究竟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什么 因为拉奥周单呢 现在应该是上周应该大家会有消息 它现在的这个递交的方式已经做出了改变 不是说我满足要求 好了我找了Stella 然后Stella就帮我在周单里面递交这个申请 不是的 你现在不能直接递交这个周单的申请 你第一样要做的是递交EOI 你跟我说很多同学会问 我以前也递交EOI啊 递交EOI之后我可以直接再递交周单的申请 现在不是递交EOI后你只能等 等什么呢 等周单他给你发邮件 看完了你的EOI里面的材料 觉得哎不错这个申请人非常棒 我们邀请他递交周单申请 所以说你第一个获得的不是EOI的邀请 你第一个获得的是递交周单的一个邀请 邀请你递交周单 接着你会需要在十个工作日内 去把这一个周单的application完成 递交进去 付你的钱 那个我们周单会收那个application fee的 收了之后 然后他们才开始审理 审理了之后 才给你下最后的结果 通过没通过 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材料需要补 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新的邀请的 这一个流程之后呢 就会存就会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个preference requirement preference requirement 就是基于在minimum之上 就说如果大家都递交EOI 满足了minimum的这个requirement之后 我递交的这个EOI 那我是不是都能获得周单的就是 橄榄资 让我去递交这个周单的申请了 不是还要看什么 还要看你是否满足一些或者是其中一个或者是全部的这些preference的requirement 这些里面的条件大家可以看到有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第一个要求就直接来了英语 四个七 preference 令个四个七的英语或者更高 接着EUI分数 90 90是包括周单的 周单190给5分 491给15分 那就说 所以说申请人裸分 如果是申请190需要达到85分 如果是491的话就需要达到至少的75分 除了分数跟英语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在拉奥这边有至少12个月的工作经验 而且是跟职业相关 高度相关或者是提名职业 接着 或者第四点 就是申请人是需要现在在偏远地区居住跟工作的 而这里呢 其实它会出了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见过的词汇 就是 就是outer 什么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一个新的词汇 其实没有任何改变 跟以前呢 我们理解的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个定义是没有任何改变 它只是引入了这个词汇而已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 就是偏远 就是我们阿德这边的偏远地区 阿德的偏远地区 大家都会觉得阿德就本身就偏远地区啊 那为什么还有偏远地区 那个讲的是我们南澳的偏远地区 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定义 然后还有第五个 就是第五个preference requirement 就是 就是这个申请人他需要就是从事一些 大家现在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这个叫critical sector的里面的skill了 这些专业了 而且我们南澳洲单跟别的州也 就是不太一样 别的州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critical skill的 但是我们南澳洲非常的就是老实 我们用的是移民局的critical skill 它用的这个定义 讲的就是一些移民局以为就是认为的这些 就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有贡献的一些专业 跟跟skill这些 就说我们这里面有五个preference requirement 所以就说如果申请人 他能满足这里面五个的一个 五个的两个五个的三个或者是五个的五个 因为呢有的情况有些专业我们举个例子 可能是会计专业 他的分数很高 那他第二项他就满足了 但有一些专业我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 那我们可能拿到分数就90分的这一个高分的可能性很低 我们可能没有那些什么PY的项目 那其实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就是preference requirement 例如你在PY地区的居住 或者是一些英语这块的的一个就是的要求 就是说大家可以是有选择性的去对比自己的情况 来去筛选就是说什么样的requirement 什么样的preference requirement 更加适合自己 让自己更好的满足这个周单的要求 就说在你觉得自己满足了minimum的要求之后 你还要去double check自己 是满足什么样的preference requirement 而如果你满足越多的这个preference requirement 你的就是周单或一的机会就会越大 而且这个东西也会取决于最后 就是申请人是拿到的是491还是190的申请 对这也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虽然他没有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申请人的本身的 这个素质也会决定他是拿到491还是190 而且大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很多学生会觉得我们可能这个critical 就是critical skill里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会不会调整呢 会不会这个时候过的这个疫情它就不存在了 或者会有一些其他就是更需要的专业出现在 就是我们就是周单的列表里面呢 会的 因为周单里面也举出了一个例子 他说这一个priority的critical sector里面的职业是会改变的 而且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就是说随着这个可能疫情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接下来会发生的 或者是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发展 服输经济的这些方向 然后这些职业会做出改变 所以就是说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读的这个专业 我也不是医疗类 我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学生 我没有任何的可能就说可能跟这个疫情没什么关系 那是不是我就不可能满足就第五个这个preference requirement呢 那也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会改变 那风水轮流转 你哪知道就是什么时候你的职业就成为的critical了 这个很难说 讲完了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现在的最新的兰澳周单的要求 就是一个是最低要求 一个是额外的要求 最低要求需要全部都满足 就是preference的requirement 额外的要求是选项来的 就是跟大家点那个香锅一样 一项项的勾上去 所以说一项项的把这些requirement选在你的EUI上面 然后让拿到周单去挑选 就是他觉得比较高素质的申请人 然后讲完了这个之后 应该接下来我就会讲一下 就是说很多同学会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满足这些要求 那我怎么能决定我拿到的这个周单的提名 是190呢 还是说是491呢 而这一个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我这一个我这一个要求 我这个190这个要求 其实我是完全的copy 从他的那个网站上copy下来的 完全的copy下来 大家可以就是感受一下 就是我我自己是认真地看了一下 他里面的东西 可能就是能看出一些 就是他对于190这一个就是提名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条件 他是比较看重的了 正常的这些就是说 就是那些居住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年龄的或者是skill的这些东西 都是就是旧的 每个就是职业 就是跟之前周单我个人觉得没区别 没区别 而且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些pond的或者是一些英语的要求 而且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他现在会把这些要求细化到里的职业本身 大家可以看到工作经验他会告诉你 他会有一些非常详细的工作经验的要求 在你的occupation里面 英语也是一样 分数也是一样 那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些非常细化的要求 最后一定会出现在来澳洲单的这个occupation list里面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因为他的list没看到 空的 coming soon 所以说我们不能跟就是 有的同学可能问比较detail的话 我是IT的 我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定要什么样的requirement 不能给大家讲这么这么细的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这么这么细的这个要求 我不能给大家保证 因为没有看到list谁也不知道 具体的这个list里面这个编号是多少 做出的职业评估是什么六位 大家一不一样 可能要求都不一样的 而且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我自己在网站找到了一个小小的bug 就是以前嘛 澳洲单可能是两个列表 现在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以前大家可能会知道 有一个叫occupation list 有一个叫supplementary的一个occupation list 虽然都是list 但是他们两个不太一样的 然后职业就打打打打打打一个个的 对一个个的就是列在里面 但是这个呢就是现在已经有了 叫什么达马application list 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完全不就是完全没有联系 完全就是不达嘎 就是我给这个看的这个东西不是说 就是这个list有什么意义 没有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南澳洲单现在的list 长这个样子 这是occupation list 到时候出台的 10月中学出来的 skill的list 也应该长这样 这个list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跟以前的list不一样 以前是哒哒哒哒哒哒的 职业列出来 职业的要求 啪啪啪啪啪的 放在后面 就是职业的后面 然后呢 大家control F 然后去搜 有什么样的职业 有什么样的要求 或者是 会 什么这个表跟那个表的 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大家听我说 应该会觉得很晕的 不懂 这样跟我说 现在不复杂 就是南澳把这个list 简化 直接大家把list 输入到这个 fire occupation里面 可以输入你的职业名字 也可以输入你的 这个occupation的那个code 那个六位的code 然后 具体的要求就会 出现在屏幕里面 这是我猜的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操作是这样 因为另外一个list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skill occupation 跟这个应该是 就差不多 没差多少 我觉得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到时候10月份出来 可能真的是长这样 所以就说 它会在每个职业里面 会有非常非常非常 详细的 这一个要求 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英语的要求 包括一些额外的 这个工作经验的要求 包括一些 其他的 刚刚说到的 190这个requirement里面的一些 分数的要求 都可能会有额外的要求 但是现在这个要求是什么 不知道 我们不可能知道 因为它不写 讲完这些之后呢 而且大家会看到了 这个 南澳洲单 对于这些 讲 就是这些职业 会有这么详细的一个分类之后呢 他还讲了一个 提到了一个单词 大家会 也是我们第一次 就我们做这一行 第一次看到的 就是叫Priority Stream 就是190这一个 邀请里面 会有以下的三个 不同的 就是优先的 Priority的一个stream 这优先的分别是三内 就是这三内的人 这三内的申请者 在申请190里面 会得到了一个优先的处理 第一个 我们正常讲的 就是 应该是投资移民了 这类 或者是 他们所说 很快会出台的一些 叫做小生意类别的 这种 类似于 相似于 这个 投资移民类的 这种签证 这是第一个Priority的 然后接着是一些 已经 现在 正在在南澳 从事着 就是Communery Working 这些人 也是190的 一个Priority的人 然后接着是 我们一直受到青睐的 International Graduate 这也是讲的是 拿奥毕业生了 好 这三内人 就是他们觉得是 非常有 就是 就是优先吧 就是如果我有190Prior 我优先呢 就是考虑 这三内的人 就是所以说 就拿奥周单的 这个 还没有出来 非常详细的 每个专业的 这个要求 之前 我们能够知道的 就是 这三内人 是接下来 他们周单 重点培养的 重点想给190的人 所以大家 尽量往里扣 往这三个方向 扣 就对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今天因为 我们讲的是 技术移民嘛 所以说我们 可能会 不太会讲 就是第一个 投资移民的 那个项目 我们会重点的 讲一下 后面两个 就是一个是 在南澳的工作的 Covinary Working 这一类的申请人 还有一类是 我们南澳的 毕业生 第一个就是 就是Covinary Working 就是说 你现在在南澳 工作的 这部分的人 然后他们 就是说 这类的人 当然这类的人 他说的 就是优先 就是190配偶 优先考虑这些人 但怎么去判断 我们刚刚讲来讲去 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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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择优 怎么判断 我也工作 他也工作 他也工作 我们都工作 那我们怎么能决定 我就能先要上 而不是他呢 而不是另外一个 第三方呢 他就按照周丹安的要求 他是用三个 就是三个 就是标准 就是他用的是 主要的标准来判断 第一个 你是在南澳居住 跟工作的时间 就是how long 你在这边工作 就工作跟居住 另外一个是 你在南澳重视的 就是或者是 Lominate的 你的提名职业是什么 接着你是否 就是居住在 我们的南澳的 偏远的地区 用这三个标准 来去判断 你是否是在 同样是 Covid Networking的 这一个 这个stream里面的人 怎么去觉得 你是优 这三方里面的条件 满足条件 或者是这三个方向 你的条件 都非常好的人 那就是非常有可能 拿到190的提名 而关于就是 就是这一块的话 他们这个 Covid Networking in South Australia 就是整个南澳的 这一块的政策 你可以看图 没说 这是原版 从那个 周团晚上 结出来的 10月中旬 才是available 现在不知道 但是什么知道了 偏远地区居住 跟生活的 另一个 类别 知道 所以说我们 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的 这个地方 就是说 偏远地区 生活有什么 好处呢 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 如果我在偏远地区 居住跟生活 什么好处 如果大家熟悉 南澳洲大家都会知道 可能我工作的时间 以前别的申请人需要一年 我呢 就六个月就OK了 因为我在偏远地区工作嘛 但是现在改革之后 这个优惠 就是说 利好的政策更多 可能比之前的 这种 这么少 就是这么简单的 只是把工作的时间 给减少 这样的优惠政策更多 它里面会分成好几点 好几点 第一点呢 就说的是 如果你现在在偏远地区居住 而且 你在偏远地区 有一个跟你提名职业 高度相关 或者是提名职业的工作 工作的小时数有限制 会比正常的20个小时 更低一些 15一周 或者是30两周 有这样的工作 就可以去递交 南澳洲单的申请 是不是递交了 就一定能获邀了 或者是递交的时候 我就一定能拿到提名了 不确定 但是 你是 eligible 去递交的 就是你是符合条件 去递交的 但是如果我说 我只是有一个工作 我只是刚做 或者我做了 一个月 那我 递交了这个 周单的 这个UI 然后我就等周单邀我 那我是不是 就有机会呢 我觉得 选 如果因为他刚刚说到了 你这个 就是怎么判断你这个工作 优跟不优 三个条件 做了多久 什么职业 然后接着是 在不在偏人地区 你说我在偏人地区 可能做的是一些 critical skill的这些专业 那我可能已经做了 大半年 或者是做了半年 或者做了个三个月 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拿到190了 可能性非常大 我觉得是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你是满足了 这个他们所要求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comment working里面的 这三个里面 你已经占了 应该占了两个了 可能 你long的那个不够long 但是其实你的 occupation 跟这个 偏人地区 这两个 你都是满足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就是我在偏人地区 居住跟工作 已经12个月了 就是我在那个地方 已经就是居住跟生活 而且居住 第一次满足 居住12个月 接着你还需要 再工作12个月 就是你在居住的同时 你要工作 resite and working 然后工作也是需要满足 刚刚的一样的条件 15个小时一周 30个小时 是两周 就两周是30个小时 可以做跟你的提名 完全不相关的工作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说 可能我是一个 社工 然后我在这些 偏人地区 然后我做的是一个 做的是一个 或者是我做的是 一个其他的 我是一个 什么职业 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职业吧 就是跟他的这个 原来提名的这个职业 完全不相关的 没问题 依然可以提名 但是这个时候呢 周丹就明确的说了 只给你自救药 所以就是说 在偏人地区 待着 接着 有一个满足条件的工作 而且同时 有一个职业评估 就可以得到 这个周丹的提名了 所以就是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是 如果你在偏人地区 居住12个月 就是第三个了 现在进去居住12个月 然后接着 里有一个 也是12个月的工作 然后工作小时 也是满足的 但是呢 你做的职业 就是他们 现在想列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列出了那几个 应该是 123456 有6个 你是 就是做的 这6个的 其中一个的话 或者是 你的 Lominate Occupation 是下面的 其中的一个的话 那你的话 就非常有可能 还被 就是 还被 就是 还能获得 190的邀请 就是还能获得 190的提名 所以说 就是应该是 偏人地区缺这些 就是这些职业吧 就是说会有一些优待 而且 还有一个最后最后的 就除了刚刚的 123之后 还有一个 第三的一个条件 第三个就是 选项 就是 如果你现在在 偏人地区居住 然后你也在 偏人地区工作 可能我的工作 小时数不满足要求 可能 我这个工作 不怎么样 可能你不能满足 我们刚刚的 123点里面的 工作的经验的 那些 就是对于工作的要求 也没关系 周丹他说 依然欢迎你 去递交 这个application 而且只要你 就是递交一份 就是雇主的支持性 说一下你现在 在偏人地区干什么 就行 而且 也会被考虑 具体给491还是190 不知道 能不能给 就是能不能确定 一定会给 周达提名 不知道 但是他既然建议 你这样做 鼓励你这样做 就是有这个 就是可能性 也有这个机会的 而且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也是 比较大的 虽然他说是 case by case 所以说 大家从刚刚的 123点里面 你就能知道了 现在居住在 我们的 南澳的平衡地区 优惠还是非常多的 就是说 有工作的 有有工作的优惠 没工作的 也有 也可能 或者是做一些 跟自己提名 完全不相关的 的东西 也有可能得到 周单的提名 而且可能不再需要 满足 就是说 这么高的一个 分数啊 之类的 其他的 的限制 而且会有一些 更多的 就是 更快吧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更快 能获得周单的 邀请 讲完这个 偏远地区的 这个好政策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也是有非常大的 更改的部分 就是关于 这个 long term resize 就long term resize 这个东西 这个大家应该 以前是知道的 就是说 如果我在南澳这边 居住的时间 有多久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申请 这个 周单呢 是的 现在会把 这一个 long term的 这一块的 这个政策 分的更加的细一些些 他会把这个long term 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是说 我是一个国际留学生 然后我现在就是 在南澳居住 一定的时间了 另外一种就是 我不是南澳毕业生 我可能没有完成 任何的南澳的学历 但是 我就是待在南澳 而且我待在南澳的时间 一点都不短 而且就是 这种的申请人 现在也是可以 有周单的机会的 那我们先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 国际留学生 国际留学生 以前只有一个 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long term的turn 就是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七年 现在不一样了 多了一个选项 五年也行 就是说 以前可能有的 小宝宝发现 哎呀 就还一直一直差着 没到七年 没关系 现在五年也可以 但是呢 五年的话呢 需要满足的要求 会比七年的 就高一点点 如果你已经在南澳洲 就是居住了 就是过去的五年 都居住在我们 南澳的 南澳洲的话 你就需要 在过去的12个月内 在南澳 从事的一些 从事的一份工作 而这份工作 是需要满足 skill level 一二三 或者是 skill level四里面的 这个carat 这一块的工作的 就是说 满足五年的居住 接着 你又过去的 12个月里面 有满足这些 skill level的工作 就可以申请了 具体的 skill level 一二三 或者是 skill level四的 什么什么什么内容 这些具体的 这个东西 我们到时候 会发到 我们的群里面 大家就是 我们会发到 群里面有一个 列阶 大家就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了 什么样的职业 是符合要求 什么样的职业 OBOK 可以对比一下 我现在居住 满五年的 那我现在 现在做的这个职业 是不是也是符合要求 申请周单的呢 大家可以 可以做一个 自我的检测 然后另外一种的同学呢 就是他是 就是在 已经在我们 南澳居住 七年了 就是比刚刚那个 还再多两年 那他的话呢 就可以就是 做的工作的 level 可以更 低一些些 可以做到 就是下面的这些 他说的就是 828384 这种类型的工作 就做这个 828384的 这个类型的工作 做满12个月 也是可以申请 这一个 long turn的 就是可以 申请这个long turn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一点就是 没有改变的 就是long turn的 这一个政策 就是只适用于 491 就是只要你是 通过long turn 这一块来申请 南澳周单的话 那就南澳周单 只会给你 491的这个选项 没有190的选项 大家要注意 而且这里面 刚刚讲到的 这些职业 都是需要满足 20小时每周 或者是40个小时 两周的 在这个 南澳 或者是 15小时每周 或者30小时两周 在就是 大阿德 就是大南澳的这个 就是我们包括了 培养地区的 这些地方的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国际学生之外 现在南澳的话 还会额外的 给一些 就是从来没有 在南澳读过书 但是他在南澳 待的时间很长 例如可能是 某个国际南澳 毕业生的 他的配偶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拿着 walking holiday 一直待在南澳 居住的小伙伴们 这些小伙伴们 如果他在南澳 这边已经居住了 五年 他们也是可以 就是递交周单的申请的 就是如果他在 南澳居住五年 同时他现在 已经在南澳工作满十二个月 做任何职业 他可以就是 就是 any occupation 他说就是什么都行 反正你有一个工作 做满的十二个月 就可以去递交 这两个是符合 就是适合不同的人 一个是适合国际的留学生 另外一个是适合其他的 就是除了 student visa 或者其他的graduate visa 这些holder的人 这两个选择 都是long turn里面最新的 就是说他会把long turn的 这一个定义 给扩展开来 以前long turn 可能只是非常的狭隘的 仅限于南澳毕业生 但是现在的long turn 可能会开放给更多的人 而且会有更多的 比较细的一个选项 除了七年 还有五年 就是不是说非要等到五年 我才能递 不是 非要等到七年才可以递 但是五年也行 现在 就是需要你的工作的要求 会比七年高一点点 讲完了这个之后呢 很多厂上的宝宝 还会就是比较担心的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拿奥毕业生 就是很应该 刚刚雅妮在开头的时候 也给大家就问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场的 什么样就是 南澳毕业生应该是占的 我觉得大多数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无论是为了移民 还怎么样来到南澳的 就是都将成为南澳毕业生 而且刚刚也讲到了 南澳毕业生在190里面 是有那个priority的 这个stream的 就是他依然是190这个提名里面 优先考虑的三类人之一 而在关于对于 大家应该之前的这个topic 我之前的那些周丹的讲座 有讲过这个南澳毕业生 其实南澳毕业生这个东西是有一个 就跟我们上课是一样的 是有一个定义的 怎么判断这个申请人是南澳毕业生 这是周丹里面的一个课题 而这些内容我就帮大家 就是都看过了一遍 就是正常的这个requirement 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改动 正常的依然就是以前有的 现在依然有例如你的qualification 必须跟你的提名职业是高度相关的 必须跟你的skill assessment 是in the safe field的 这个必须有 而且你在南澳完成的课程的长度 也是有一个就是minimum的要求 46个就是注册的课程 然后50%的课程 需要在南澳这边完成 而且你这一点可能是为了疫情而设的 就是说你必须在南澳这边就是居住至少了一年 在你学习的时候至少居住一年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宝宝在上网课 可能回不来了 然后我是不是到时候就申请不了周丹呢 不是的 南澳周丹都显明白了 只要你有一年的时间 在读书的时候 你有一年的时间待过在南澳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南澳毕业的时候 毕业之后你继续的居住在南澳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些比较basic的 阿曼讲到的已经minimum的requirement 这些都是需要满足 就是才能去申请就是周丹的 但是南澳毕业生现在的话 会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有一个小 我highlight出来了 就是黄色的那个部分 就是说为什么我highlight出来了 因为其实这句话的话 我觉得读起来是挺有趣的 这个话是之前没有的 因为他说了 他说你必须要满足一些 就是一些要求 你才能被就是提名了 而且他就说你这些专业 这些lominate的occupation里面 会有一些非常详细的课程的要求 minimum qualification level的要求 这个就是课程程度的要求 就是说他应该会 就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觉得 他应该会给有一些职业 或者是某一些职业 设定一些非常详细的课程的要求 例如可能某某某某专业 他可能需要better一项学历 某某某某某专业 他可能需要读两年才可以 这样 就是他会有一些这样的要求 不然的话 他就不会出现这句话 因为以前就没有这样的话 以前就这个 这个周丹娃也就没有这句话 所以就是说 我从他这个改变来讲 我自己会觉得 他应该会在职业里面 会列出来一些 就是针对性的 就是minimum的qualification level 或者是长度的课程长度的一个要求 接着 工作这块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minimum要求 aprican必须要满足的 minimum要求 就是至少三个月的 提名职业 或者跟提名职业 高度相关的职业 只是这里的话 他会讲的更加细一些 就是coastly related to the occupation 是指什么呢 他讲的就是可能 这个code 有两位是长一样的 他们就会被判为是 coastly related 然后的话 而且他这里有讲到了一点 我也highlight出来的 就是说 有一些职业 会被要求有 就是更长的 工作经验的要求 这个东西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 只是他也 同时的 现在就把它放在了 这个兰奥周丹的 这个里面 就好像例如 我们以前 会计学生会 硬性的要求 一年才能递周丹 那会不会 现在很多学生会问 那是不是会计学生 三个月就能递呢 很难说 因为可能这一个 additional requirement 也会加在会计上面 别的专业可能三个月 会计宝宝还是一年 这个很难说 但是他既然写了这句话 就绝对是有一些 有一些some occupation 就是会被要求 有额外的工作经验的 而且还有一点提到的 就是可能会有 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 会有一些 同学是读phd的 或者是master by research 这种类型的课程的 这种课程的话 其实他里面的这个 research 这个工作 他们是不能被判为 成为这个工作经验的 一部分的 所以就是说 在学校里面 可能在实验室里面 干账 可能就不太ok了 然后接着呢 他后面那一段呢 讲的就是一些 可以去 就是应该是给 拿奥中业 拿奥毕业生的一些优惠吧 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让你去 waive掉的一些 就是说工作经验 去让你去申请周单 waive掉的这个工作经验 我个人 他这里没有想到很明白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waive的工作经验 应该正常来讲 是周单里面 要求的这些工作经验 因为有两个工作经验要求 一个是职业评估 要求工作经验 就是我要完成一个职业评估 那我需要满足 一定的工作经验 而另外一个工作经验 就是递交周单 那是三个月嘛 那三个月的工作经验 就是递交周单 需要满足的工作经验 那还有一个工作经验 是什么工作经验 可能是你这个occupation 需要的工作经验 那就是三个 不同的工作经验 而我们现在讲的 这一个 South training graduate 他能 就是waive掉的 可能就是递交周单的 这一个工作经验 就是这 刚刚我讲的 一二三里面的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 额外的工作经验 可能不一定能waive 可能就是还不知道 因为刚刚你不是 看不到吗 就是那个东西还没看到 没有看到职业 什么都没看到 所以不知道 就能不能 就是额外的能不能waive 不知道 但是他如果 他这边能waive的 应该是有general的工作经验 什么情况 接下来会有 我看一下 一一二三 应该有四个情况 可以waive掉这个 就是general的这个工作经验 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 南澳周单的一个 就是特色的一个 一个分类吧 就high performance student high performance student的话 其实他的基本的这些 就是说 这些要求 可能跟我们之前差距不大 例如你必须在毕业后的 两年内去递交 这个周单申请 然后必须是完成 南澳这边的一个课程 包括是在完成课程之后 你继续需要居住在南澳 这些要求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但是就是说 唯一的对于high performance 的改变呢 就在于 他对于high performance 的这个定义 他会更加的细化一些些 为什么更加细化呢 以前我们可能讲的 high performance student 讲的是PhD Master by Research 或者是本科 GPA有6.0 或者是本科加 Master都在南澳 然后GPA有6.0 这些人 但是现在 这个受益的人群 比之前更多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还会有一些 Master by Cost Worth的申请人 可以满足这个 high performance的这个要求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你说 我本科只要你第一句 就找Stella咨询 跟我讲 我本科不是在南澳读的 那基本上这个high performance 就跟你无关了 但不是 如果我的本科不在南澳读 但是我的Master by Cost Worth 在这边读 我读了阿大的Master of Content and Finance 也可以哦 也可以满足这个high performance的要求 但是现在 南澳洲单比以前 金了一些些 就是他 不再是以前那样子 直接画一个 一个GPA的界限 6.0 后来改成了 可能有另外一个分资 有6.0一档 有一档是5.2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把这一个GPA的要求 细化到每一个职业里面 每一个occupation里面 GPA的requirement 他这个GPA的这个要求 会直接的放到这个occupation里面 那就是说 如果他有这波的操作 那大家应该是明白了 那就是说 有可能职业不同 GPA要求不一样 是吧 那可能有些职业 也不一定需要达到6.0 我们就可以满足 high performance 有些职业 可能超过了6.0 也不是high performance student 是不是 就会存在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但是具体 就什么职业 什么GPA 不知道 因为那个lease出不来 所以lease里面的这些 每个职业的具体的要求 看不到 除了这个GPA的要求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这一类的 我们讲的高 就是学习成绩非常棒棒的申请人的话 还会有一个要求 是对于里面的英语 英语是 这个speaking 这个口语 都需要达到7分 亚思期 PTE是65 或者是其他 移民局承认的 这个英语的考试 就是多了一个 对你英语的要求 所以就说除了你要好成绩 还要有好英语 才行 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 high performance student 这一个要求 还是更加的细致 更加的就说 比以前 会多开了一些 就是 就会 把范围 就撒得更广 但是要求同时 也在提高了 除了这个high performance student之外呢 还另外一个可以豁免 就是那个工作经验的要求 就是非常好的英语 high English proficiency 就是说如果你有非常好的 英语的成绩 就是可能是7.5 这里说的是总分7.5 或者是更高的 这类型的话 也是可以豁免这个英语的 这豁免这个工作经验的 不好意思 豁免这个工作经验的 但是他这里说了是 就是 就是 only for 某一些职业 这不代表 所有职业都可以 就是豁免 不代表 就是某一些职业 可以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有一些 拿奥毕业商 他毕业之后 没有做他自己提名的 这个 这个工作 就是 没有做这个东西 可能是做 比他的这个提名职业 要低一点点的 就是 lower skill occupation 这样的职业 是不是也可以 这也说是 自己用的这个 这个词语比较谨慎 他用的是美 就是可能 可能可以 就是wave的 可能 就是可能的意思 就是 只能试一试 只能试一试去做 就是能不能 通过我从事的 这个occupation 可能不是 nomination的 不是nomination 不是提名的 这个职业 那就稍微的 比那个低一些些 我能不能呢 可能 周端给的回复 是可能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long term 这个就跟刚刚的有点 有一点点区别 他这个 这个不是说 就刚刚五年七年 他就说 如果你是拿奥毕业生 然后你 已经在拿奥 居住了一个long term 然后呢 你可以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去wave掉一些工作经验 如果你已经 在拿奥这边 就是 从事这个 比较 就是 lower skill 的 这个occupation for 12 months 就是我做了一个 12个月的 比较 低级一点点的工作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通过这个stream 来wave掉一些 就是 general的工作的经验的 这些是给 拿奥周端的 就是给拿奥毕业生的一些 小小的政策 而基本上 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就是 今天拿奥周端的 就是 我觉得是大部分的 最主要的一些更改 还有一些小部分的更改 就是 会比较偏向于一些审理的过程 例如 就是说 我在递交了 EOI之后 我可能就 很快吧 我可能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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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邀了 我很快就收到了邮件 要我去递交周端了 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他给了一个时间 我给他给的时间 是10个工作日 就是我如果一旦 收到这个email了 我需要在10个工作日 去递交 这个周端的 这个application 就是过的这个时间 那我的那个 就是这个东西就作废了 然后周端的审理的时间 就是我递了这个application之后 我要等多久 我才能得到一个周端的结果了 然后周端给的时间是 6到8周 6到8周就会有可能 就是会拿到这个最后的 就是file里的这个周端的结果了 而且就是 他也提到了一点点 可能有学生 就有宝宝 可能他签证会到7的 会担心一个 一个 一个审理的 一个时间的问题 会不会存在于一个优先审理 因为之前大家应该是了解过 会有优先审理的 就说 举个例子 就说我签证会到7了 我现在想催催周端 能不能进化给我一个 一个结果 以前的澳洲单 非常可行的 基本上 我们给他发的邮件 最快的 隔天就有消息了 慢的话 三天累 怎么样 结果就下来了 但是现在 这个东西 他也把这个 就是Priority Process 这个东西 放在了周端的这个 这个Policy里面了 他会说 这个Priority的 这一个Process 就是只出现在 你的签证到期的时候 但是 以前是不是有这一点的 这个但是 大家注意 如果你一旦的 就是选择了 去做这个Priority的Process的话 周端是有权力 给你491的邀请 哪怕你满足了190的条件的 就是说 就是如果 我现在快到期了 我现在就是着急 不想离境 这种情况下 我只要去 Request了 这个Priority的Process 就是周端是非常有可能 给你491的提名 哪怕你已经 完全的满足190的 这个条件了 而且 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他也提到了 例如 好像我连你马上超过了 这个 这个 就马上又超过了 一定的范围 然后我掉分了 例如我马上就 三四岁了 这样子 或者是我马上 那个PTE成绩要过期了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是不能够 让你进行任何的 Priority的Process的 就是说这样的理由 他们是不能够 给你任何的 就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就是 插队的机会 不给 所以就说 现在周端会把这些的 就是在操作上的 这些流程的 这些东西都 用文字化的 把它的 确确切切切的写在了周端的网站里面 而且还要提到的一点 大家也要注意的 就是现在大家应该是 看过周端网站都知道 在递交UI的时候 会需要选择190 就是我现在想递交190 还是递交41吗 就周端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递交的491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递交的是190 但是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把41 也同时的选上 就是说 还是挺 对 有学生说这个 这个规则很奇怪 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就我明明 为什么 我明明要升了4190 那为什么要给我 要同时要要求 我把41都选上了 对 这点还是蛮奇怪的 反正是这些东西都已经的 确切的 写在这个周端的 这个网站里面的 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有趣的 所以说 这一次南澳周端的这个调整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 讲完了这一大堆之后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 就是说周端就是 就有几个吧 有几个我自己觉得 就是一个总结吧 我自己做一个总结 大家看就是 觉得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 优先考虑 已经在南澳的人 暂时不考虑海外申请人 可能有些海外的宝宝会哭 但是我觉得你们回来吧 等你回来的话 一切都会好 真的 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 他其实是完全的不考虑海外申请人 这个是南澳周端 我觉得是做的比较绝的一点 因为大家应该是知道 之前我们南澳周端 对于海外申请人是相对友好的 非常多的海外申请人 通过南澳周端 能拿到190 或者是489 或者491 我自己做的这个是非常多的 可能有的人 连那个南澳都没有来过 我见过连南澳都没有来过的人 能拿到南澳周端 但是现在的这一个新的政策下 这样的情况完全不会出现 完全不会出现 海外申请人可以是完全的 就是把这个路给断了 就是重点的 就是考虑 已经在南澳的一些申请人 接着第二个就是重点 就是择优的问题 大家会觉得择优 什么叫择优 这个东西就很难 就是很难去做一个 就是说像以前 就可能以前的话 可能有学生 他给我去讨论一个周端的case 我可以从他的本身的条件 能非常快的做一个判断 就说 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周端的邀请 你拿到的是491 还是你能拿到的是190 可能现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择优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已经很优了 但是跟你同场经济的人更优 那里就输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存在了 很多不一定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好做 而且在这个优秀 就是我们讲的 high performance student 这一点来讲 他会把里面的要求 就是设得更加的清晰 而且会更加的细致 而且会加入了一些 我们之前一直 就是被很多同学吐槽的 为什么我读master by covers 我就不行了 我master by covers 我GVA6.9了 我就不优秀吗 我就比他们本科 在这里读的不优秀吗 现在就杜绝了这个问题 也可以 就是说只要你完成的 在南欧完成的是 bachelor或者是master课程 你的GVA达到要求的 具体GVA看职业 周可以满足优秀毕业生的 这个东西 接着 long turn的这一块 会比之前的申请的条件 更加严格 所以说其实long turn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建议着 与其在就是在阿德雷 long turn 那还不如去偏远地区走一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偏远地区的这一块的 这政策 松了很多 而且其实你刚才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了 在偏远地区做提名职业 有提名 在偏远地区做任何工作 也能做 也能申请周单 哪怕他都紧 你把话都说成这样的 我在偏远地区待着 也能试 所以说偏远地区 其实值得去 我说的偏远地区 是拉奥的偏远地区 大家如果想要这些 就是这些拉奥偏远地区的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postcode的话 一个让小编给大家发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列表 就是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地方 而最后一个 我觉得就是比较 核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现在拉奥周单 它其实对于一些海外的 就是海外 就是外州的申请人 我不没有在拉奥读书 我们可能是外州的 上的人 其实他是春天来了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申请人 他有职业评估 我有高分 然后我在拉奥 有一个至少三个月的工作经验 其实这个拉奥周单 就可以试着地 而且会因为 他的这个职业的特殊性 可能这个职业是他们周单喜欢 他这个职业是他们周单喜欢的 或者是 他有这个工作的地点 在一个偏远的地区 他已经在一个偏远地区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他获得周单的机会 拿到周单的提名的机会 会非常高 可能会比拉奥的毕业生 更高一些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一点也能看到 为什么拉奥周单会把他原来那些 commitment全都散掉 全都散掉 就是说我们就不再聊这些 什么我 里周我周这样 反正能来到拉奥 一起来贡献的 都是好的申请人 好嘞 然后其实 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大家在聊天室 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的 就是大家的一些问题吧 好的好的 我在那个我又回来了 对 然后我在这个 就是公平上看见大家 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让Syla老师先喝口水 然后给大家先总结总结 咱们之前问到的问题 然后让Syla老师 给我们一一的解答一下 问题有点多 我需要往前面调一调 这个聊天记录 如果就是在 就是讲座过程中 已经解答过的问题 我可能就暂时 不会重复的再问到了 那么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 或者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那这样子的话 咱们就让Syla老师 给我们解答一下 嗯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 对的对的 看看 南澳的 就是这个南澳偏远地区的这个定义 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在群里面 其实已经发了一个那个图 然后让Syla老师 我们说一下这个图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在群里吗 大家在群里吗 就是在我们那个南澳周丹的 那个什么动态群 827动态群里面 然后里面那一张图 就是他说的这个 我们指的南澳地区的 就是南澳的偏远地区 虽然他今天用了一个全新的词汇 你的Postco出现在里面 那里的这个地方就是偏远地区 那里就呆着呗 如果不是 可能有些地方是不是的 因为你会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些 就是会把一些就是相对发达的地方吧 好像什么Sterling啊 这些或者是一些 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卖红酒 卖的比较好的一些 一些一些酒庄的这些地方 给就扣出来了 就扣出来了 所以就说 大家具体怎么判断 片野地区看这个表 就就看这个表 上面找这个Postco 无几无几 然后有的 那就是片野地区 没有的 就是说 就不是 好的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自己所在的地方 工作或者居住的地方 是不是在这个相关的Postco里面 然后如果或者是 那边Postco里面 有相关的工作机会的话 大家也可以着重考虑一下 那些地方 有同学问 已经递交EOI的 但是没有递交周单 是不是还要等具体的 拿到周单政策 这个应该 那个Sterling老师之前 应该是在 讲座中有提到 这个递交的这个顺序和步骤 然后你如果还没有 听得很明白的话 咱们这边再 简单的把这个 这个流程 给你大概的 可以说一下 这个其实刚刚 我已经讲过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现在周单 三步走 第一步走 递EOI 就是说你现在觉得 你满足要求了 把EOI递了 就是说你不递EOI 就没有机会 先递EOI 然后呢 他们周单的这些 工作人员 会从EOI里面 去 就说筛选 选择 择幽录取 还是这四个字 择幽录取 从EOI里面 看出谁比较幽 然后接着 给这些申请员 发这个邮件 应该邮件里面 会有链接 这个通过这个链接 可以去 周单的网站 去递交这个 就是周单的申请 不是签证申请 只是一个周单申请而已 就递交这个申请 然后付费 然后周单会在 6到8周 就是6到8周的审理 过后 给大家一个结果 结果成功 那就会得到 EOI的邀请 就是跟我们之前 达到的这个邀请 是一模样的 就是EOI System 出来的一个邀请 通过这个邀请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到 以免抗去 递交里的签证 这就是整个周单的流程 会比之前来讲 会多了一项 就是递交EOI 然后等 因为以前是 我们就直接是 就是大家满足要求 我们就递周单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是递交EOI 然后等 就是周单的人 就是邀请了 你才能去递交周单 这个东西很复杂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是有意想 想要递交这个EOI 或者是想要递交周单的话 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然后让专业的 就是我们的专业团队 来帮你递交 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吧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 错过了这个邀请 或者是因为信息的不准确性 导致这个邀请作废 那其实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让专业的通界啊 顾问会给你提供一些 相关的建议 来递交相关的申请 那下面是有同学 比较关心的 问题是 因为现在疫情影响 没有办法回来拿奥 现在是不是在海外 就没有办法递交这个 拿奥周单的申请了呢 对的对的 因为刚刚大家就是 看的那个就是 周单的 minimum的要求就知道了 minimum的要求里面 第三点就是说 就是申请人 递交周单的这个申请人 必须在拿奥 有至少三个月的提名 或者是跟提名高度相关的工作经验 他就说 如果你现在人在 海外 那其实你就已经不满足 这个minimum的要求 就不是那些 就是不是那些 配分的这些 就是更好的 加分的项目 不是 你的minimum要求里都不满足 所以说其实 这个周单 他从原则的意义上来讲 他是把全部的 海外申请人都 几乎是 就说 全部都 都排除在外的 优先考虑 已经在南澳 而且在南澳有工作的 这一步的 就这部分的申请来 嗯 对的对的 所以如果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没有办法 就暂时没有办法 回来南澳的话 那可能就要等等了 等之后有机会的话 嗯 需要就是回到南澳 然后再满足相关的条件 然后再订交南澳的周单宝了 嗯 那接下来会有人问 这个学霸移民 授课型硕士本科 也不需要在南澳读了吗 嗯 这个其实刚才 塞老师也是 有提到过 其实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回复 我就可以给你 就是直接说掉 就是是的 现在授课型的硕士 如果GPA满足的话 也是可以 认作是一种学霸了 所以相关的一些学霸的 可以豁免的政策啊 或者是 呃 就是呃 一些weaver啊 什么的话 也是可以享受的 嗯 所以有一些啊 其他州的本科 毕业生 想要来我们澳洲 南澳这边读 呃 Master的话 也可以申请 我们这边的大学了 嗯 另外还有人说 嗯 官网那个工作豁免是空的 然后在graduate那里 这个豁免工作 请问这块没有确认吗 还是 这个这个说的有点 拗口 我可能没太明白 这个意思 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是想 什么工作豁免是空的 然后graduate那种 豁免工作 请问这块还没有确认 嗯 这个同学就是我这样跟你说吧 就我我我我大概猜到你的意思 就是说 你想问的就是说 就对于这个就是 South Australian Graduate的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豁免 它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你应该想问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我是这样认为的 亲爱的 就是说 我会觉得豁免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默认它存在 但是豁免了 不代表你能获邀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永远还记得 拿澳洲单择优录取 你豁免的工作经验 那就证明了 你比人家有工作经验的同学来讲 你没有他优 所以就说 你获邀的机会 绝对会比他低 这是一个问题 你可以豁免 但是豁免了 没有意义啊 我们做拿澳洲单 问题不是要拿到提名 拿到UI邀请吗 如果我只是豁免的 我递交了这个东西 我就一直呆在那里 就时辰大海 那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跟我们现在65分冲189 没什么意义 一个意思 又永远不会要到 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块 无论它确不确定 我会觉得 对于老奥毕业生来讲 意义不会说是 以前那么的重大 就是说 我豁免了 就是我就走出新天地 没有豁免了 只是代表的 这个要求 你不需要满足 但是你在择优里面 你有没有处于一个 比人家优秀的 这个水平里面 还是你周单或腰 或者是说 你拿到的是190 还是491的 一个决定的因素 所以就说 还是努力 好不好 好好找工作 嗯 对了对了 所以就是 还是要努力的凑一些 就是prefer的一个 一些那个条款吧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同学 他可能是 嗯 之前有了解过 有递交过EOI的 他有提到说 EOI里边也没有办法 就是展示出自己的GPA的分数 那这个情况的话 那周单怎么来选择高GPA呢 或者是怎么来 就是用这个GPA来显示 自己可以有 具有豁免条件呢 这一点的话 也算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 好问题吧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 回答起来可能会比较简单 让塞拉老师直接跟我们说 没有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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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同学他 他讲的这个点是 是非常就非常就是 专业对对 讲的针对 就非常专业的问题 就是递交过EOI的人 都应该知道 EOI里面是看不出来 你什么GPA的 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地方 要你填GPA 没有 耶 嗯 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体现你 long term 是吧 那我怎么能在 EOI里面说 我在2015年 我就来拉奥了 看不出来的 EOI里面的信息 其实相对来讲 因为EOI这个东西 本身它出来的一个初衷 是给这个技术移民 189这类类型的 用分数高低去筛选 申请人的这样的 一个游戏规则 设定的一个 一个system 我这样说吧 所以说它最能体现的 就是分数的高低 我90分 我80分 我70分 在EOI里面 啪的一下 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细则是看不到的 什么叫细则 我是不是long term 我是不是high performer student 还是说 嗯 我就是 专业 紧缺专业是看到 这个有同学问 紧缺专业 这紧缺专业看到 因为能看到 你的那个职业提名了 但是有一些 非常细致的东西 是EOI里面 表现不出来的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 有点就是 就是 就看南澳周单怎么解决 我个人觉得 就看一下它怎么解决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 EOI不可能 是为了我们 南澳周单而改变 这个 这个EOI的递交的 的内容吧 这个是不可能吧 这么这么大面子 这不可能 对 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不可能 加在里面的 但是这个东西 具体这个周单 最后怎么去调整 跟怎么去实施 就是我们只能是 等通知 对 对对对对 就是斯拉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EOI是 针对所有的技术移民的 就不可能 因为你南澳这样 给你改变一个 这种规则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觉得应该是会有 进一步的通知 周单这边应该也会有 进一步的 就是政策啊 或者是方式 能够使大家 就是把这个相关的信息 都体现出来的 例如发邮件啊 或者是 有什么体系 其他的链接 或者是 能够让周单看到 我们这边的条件的 那其他的问题来说 专业选的 对 对 有的同学说 专业选的 对 什么都给你免 这个的话 因为现在疫情嘛 或者是因为 现在的名额的问题 他肯定是有一些 就是critical sector的 一些部分 但是斯拉老师 之前也提到了 说这个critical sector呢 他可能会根据 就是州政府的需要 对 来做调整的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说 你现在不是critical sector 但是可能之后 你这个就是 critical sector里面 的一个提名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 特别的纠结 或者是 就是也不用 就是自暴自弃 对 也不用说 现在就就懵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对 对 就是先坚持吧 先把自己的 这个先该拿到的一些 对 该拿到的东西 都拿到 例如 能读py的一些专业呢 就先把py 对啊 先把这个分数凑上去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凑分的这个是 最最关键的 然后另外也有说 讲座有录屏吧 有的有的 到时候我们会有 相关的录屏 会放到我们的 那个YouTube B站啊 到时候有相关的链接 大家也可以去看 或者是去 就是回顾 对了 然后现在有说 会计申请491 也要一年的工作经验吗 那这个的话 其实 有一些可能 会计学生比较 对 现在大家可能会考虑 就是说 如果我是会计毕业的 然后之前的旧政策 无论你是 只要你是考虑 用会计来申请 拿到周单 就无论如何 都要满足一年的 工作经验吗 但是现在的话呢 就只能说是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我刚刚说了 职业工作经验 要求三个方面 本身职业的 周单自己的 还有一个是 职业本身的 就是这个提名职业 给予这个周单的 所以就是说 会计 那这大职业评估 不需要工作经验 那个三个月的 这个工作经验 可能免不了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那除了这个三个月之外 会不会有额外的呢 可能会有 因为我刚刚给大家看了 这个 这个 我刚刚给大家截的 虽然打了很多水印 但是其实都是我们 亲自从这个周单晚账里面 截取出来的一些精华 就有一些 没有用的 我就没截 都截出了一些精华 他都说了 就是说 他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他用的是 SUM 有一些职业 是一定会有 额外的工作经验的要求 但是只能是 一起祈祷 就一起 就是 就是 就保佑 就 不是会计 或者不是一些 大家 就大多数宝宝会读的 这些专业了 嗯 对的对的 然后这个 有一个学生 他之前刚才说 自己电脑上 没有搜狗输入法 只能答英文 或者是拼音音这样子 那他其实 你刚才达到的 这三个问题 其实刚才Scylla 在这样那个 讲座的时候 也都已经提到了 我觉得你应该是 有过相关的解答了 例如分数啊 和那个工作经验 这些要求 这些 都已经 都已经解答到了 所以我就 就是pass到 那个问题了 嗯 就是说 已经递交EOI的 是不是就等着 不需要做什么改动 嗯 这个刚才也是有过 相关的回复 就是说 先 满足minimum条件的话 你是可以递交 然后等到 就是看他 比较prefer 哪一个申请者 然后会要 就是邀请到你了 你才能递交相关的 周端 才能递交相关的材料了 那还有人 还有同学说 三个月连续不间断的 二十个工作小时 这个的话 其实 对于工作经验 这个问题 嗯 就是时间长度啊 还有这个小时的 要求数吧 今 这个 今天的新政策 有一个相关的调整 那让斯莱拉老师 给我们来做一个 啊 总结吧 就是说 啊 就是时间长度啊 啊 几周啊 然后 小时数啊 这个都给大家一个 就是简短的总结 大家可以就是 按照自己的情况 就是 好 可以 三个月连续不断的 二十小时工作 按照他现在这个 周端的要求是 过去三个月里面 你必须是 在从事这个工作的 就正常的理解 包括我们之前 给学生做的 这个case来着 是需要就是 就是 连续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情况 例如遇到了 大时大节 什么什么圣诞 什么复活 这种的话 其实有这个 小时数不满足 这样的情况 是完全的没有问题的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 就不是说 硬性 我只能说是 就 就 最好就是连续的 就是连续的 这样的工作经验 相对来讲 看上去你的工作 会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 而且相对来讲 你是一个 就是说 就是稳定 我觉得最主要是 一个问题 就是稳定 就看出来 就是一个 非常稳定的工作 如果我这周二十 下周没有 然后再下周又二十 这个情况 其实你的工作 就体现不了 稳定这个状态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一点的话 按照老奥周端 现在的出来的 这种字面的意义的话 其实是需要 你在过去三个月里面 都要去 满足这样的要求 就是隐含的意思 就是最好你是连续的 就而且还有一个 就还是亏到 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择优录取 择优 就是如果你不连续 人家连续了 你又没有太优了 对对 这上面也有同学提到了 一个择优 文章就多了 确实就是 就是有点不地道 说实话 就是南澳周端 今天这个政策来说 其实有一些打击 但是我觉得吧 反正都是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反正就是比较竞争性 那可能就是说 你有一定的优点的话 这种更容易邀请到 那当然就是 大家都想要一个 比较优秀的人嘛 所以大家就是 一定要想办法 使得自己能够 变得更优秀 这个优秀的 不仅仅表现在 你的分数上啊 或者是你这个上面 或者是可能有 方方面面的优秀的表现 有可能你分数高 有可能英语好 有可能你有工作 对吧 所以就是你要有优点 才可以就是 让周端选中你吧 对吧 但是也反过来就说 你周端选择我 我还不一定选择这兜单呢 反正到时候 就是互相选择了 一个过程 就是 说的比较搞笑 对对对 对对 反正就是让大家 放松一下心态 亚米讲 对 就是我们除了 关注拉奥周端之外 其实我们也要关注 其他周的周端 因为有一些周端的政策 相对来讲 它会就是 变动没有那么大 也有可能是 更适合自己 因为我们亚米姐姐 经常就是 跟我讲的这个话 就是条条大 大路通罗马 所以就说 其实不一定 大家要死扣 这个拉奥周端 当然大家现在身在拉奥 其实拉奥周端 但绝对是大家的 应该是说首选 因为它觉得是 应该是 大家最接近 PR的一个途径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不代表 它是唯一的途径 是吧 我觉得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选择 可能有些护理的宝宝 可能他会选择去维州 维州现在很危险 我觉得我知道 但是他会选择去维州 可能很快的 就能拉到190 其实我觉得还是 就是值得的 为了 就是为了PR 为了签证这个 我觉得是OK的 我们看还有其他同学的 其他的就是 比较general一些问题 有的是 我看有说 没有工作的时候 递交了 然后有了工作 能update信息吗 就是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EOI 可以随时的update 而且是免费 就是免费比较 但是我这边建议 就是说 在你不满足 对minimum的 最低要求的时候 其实递交上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这边 可能会建议的话 就是 就是你至少 要满足minimum的要求吧 例如刚才说到的 至少三个月的工作 开始了之后 然后才可以递交这个EOI 然后等这个州担保 这边来邀请你 那还有人在说 后面工作时间 越来越长 到时候能不能update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在那个 递交EOI的时候 会选择一个 就是开始的时间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这个时间是自动上涨的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然后还有人比较说的是 在外州读书 去南澳找到相关工作 可以深 可以190还是491 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讲座 整个讲座 其实也一直在提到这个 对于外州的毕业生 然后来到南澳这件申请的话 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 就是非得要求 我要就是纯南澳 纯纯的南澳毕业生 才能够申请190的 其实现在的话 其实也没有 说的这么死 就是说也是来欢迎外州的 其实其他的同学 如果你满足相关的条件的话 也是能够 有机会能拿到190的 是啊 对的 对的对的 所以大家的机会 就是越来越大了 然后另外还有人说 在南澳洲的偏远地区 要待多久 机会比较大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 也一直反复强调的 他们肯定是鼓励 去偏远地区工作啊 去偏远地区居住啊 之类的 所以就是如果他这边 择优的一个方向 是关于这个 在偏远地区 呆得比较久 或者是工作比较久 工作机会比较好 工作的那个occupation啊 或者是你的那个 skill level啊 更高一些 那肯定是 就是优的方面 会更多一些 然后他说 一有同学是说 critical skill 现在是哪一些 现在也是有一个相关的 对对对 有个相关的表和那个链接的 到时候我们发到群里吧 然后对对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critical skill里面去的 还有针对其他州的政策节气的讲座吗 是有的 我们monkey team的话一直会实时的follow一些相关州的一些政策 如果其他州有相关比较就是开放了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政策来说 我们是有相关的讲座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圈 如果需要就是了解的话 想要了解的话可以随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免费讲座 这个10月6号前的政策是整个财年的政策 其实这个就就是我们从那个州单的列表上 就是州单的今天的更新上面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所有的一个就是邀请或者是一个对对框架肯定是基于就是occupation list的 但是这个list没出来对所以就很难说就是说其实具体的政策 对对我们只是讲一些general或者minimum的要求或者是prefer的一些requirement 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有时间充足就是有充足的时间来够能够准备 例如语言啊该考的时候要多考一考对变得更优秀一些 嗯然后 工作12个月走7年政策如何递交 嗯对了这个就是也是刚才有对 由刚才有提到就是long term的这个 long term这个的话其实 就是如果你在就是哎工作12个月走了呃long term这个对对对 其实他可以递交但是你可以就是 工作12个月就去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的话你要不要再说一下 OK好吧来有个宝宝问的啊 Jacky他问的就是说工作12个月走7年政策如何递交 第一个问题啊工作12个月什么工作啊 因为如果走long term的话他无论是五年七年 他们都有这个就对于这个工作的skill是有有有要求的 啊不是啊我是随便一个skill都可以不是的他要不就是满足 刚刚说什么123或者是skilllevel4里面的那什么carer要不就是那个818283那些code是818283开头的 所以说呃这个同学尽快找mong term专业顾问跟你聊聊看看你的工作行不行 如果满足要求的话赶快递交eoi啊因为呃抓紧机会嘛就拿澳洲单我刚还有个信息没没忘了就是他们是8月31号就是开始正式的就是开始审理 对对对对虽然那个就是那个occupation list可能会到10月中才出来但是这段时间8月到10月的话会有一些过度的名额会优先的给一些呃我们刚刚讲到的critical skill里面的这些申请人或者一些可能我签证快要到期的这种类型的申请人啊所以说说这段时间不是说没有邀请有邀请但是可能邀请的数量非常的就是limit就非常的有限 如果学生是满足条件的好像刚刚那个宝宝他满足条件的尽快递交eoi啊一定要记得deoi里才能有机会被捞起来捞了起来我才能递交这个周单的申请 嗯对对对的所以嗯对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没有所以然后另外就是呃有朋友问到485额外一年偏远地区签证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今天就是跟咱们的主题虽然不是很切合但是对对可以简单的跟你 对对可以简单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个政策来说他是这边呃官就是周的不是周政府了就是移民局那边其实仅仅给给出了一句话就简单的说是2021年之后啊对之后你才能够对开放申请这个额外一年的偏远地区的这个485签证那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如何递交啊那他的现在还没有说所以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到这一点如果你想要再额外续一年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等到 2021年之后嗯对坚持一下对嗯然后那个会有同学说呃相关工作今天T恤不满三个月但是去年有一年相关呃这个同学吧可能是之前有对拿到桌单有一就是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吧可能涉及到了就是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对的对的但是在那在我们的讲座的第一句话就有说到就是说一定要撇弃之前的一些概念就是现在是什么要求就要按照现在的要求来 来做对的对的嗯 UI等UI的时候签证过期了怎么办哦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问题没提到嗯他只是说在审理你的就是说宝宝问的这个UI过期了怎么办就是啊就是就是就是 EUI过期了吗他只能就是然后周端他只提出了他在审理你的这一个application的时候如果你的签证要过期的话他会给你优先审理但是没有说你的 EUI过期了会怎么样我觉得EUI过期了这个东西就跟例如我在等189我EUI过期了是一个道理是没有任何的后续的就没有任何后续就是他不会给你任何的就是说保障说啊你要怎么样或怎么样没有反正就如果你去到了周端审理的 另一部出现了签证过期的话这个是可救就可可商量可可沟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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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步但是如果是EUI另一部发现的话我觉得是会 我觉得了哈我觉得会类似于就是189这样的情况就是只能等就是没有办法最多最多啊就是可能然后周端会比疫情好一点吧可能还能发个邮件去问问就问他究竟能不能就是先看一看我的case 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对的对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等EUI的阶段这个签证要过期了那可能你需要选择一个其他的续签方案那如果你想在就是持续的想要待在澳洲等这个EUI的话可能需要联系我们来 给你做相关的一个规划和身就是后续的一个签证续签的方案了然后另外有同学问这个Skill Level 4 Cover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那其实就是说南澳不是南澳就是澳洲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它是就是有分这个Level吧就是在一个相关的对分Level了然后有Level 一二三啊对一二三对但是刚才在一二三的时候说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四它是这个CoverCover的话其实就是跟可能跟护理相关的一些就是也算是医疗类的一个 对对对就是他说的是Skill一二三或者是Skill Level 4里面的这个Cover的这一类的工作是符合这个Long Turn里面的这个工作的要求 所以说这个工作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所以说大家要就是联系专业的顾问去聊聊就是是否里的这个专业是符合要求的嗯就先看看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同学说呃毕霞同学嗯一直在关心的是比较关心的是过去一年工作经验递交这个啊这个问题然后又问到了申请人在海外主身在澳洲可能下190吗 嗯那对对对那你这边可能是对于这个递交这个EOI递交南澳洲单的生意和这个签证的这个呃递交和下签有一定的可能混淆了吧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对你先是一定要递交先满足EOI的递交然后满足周单的递交然后获邀之后你才能递交190的签证啊递交签证之后你再考虑主身在 啊境内附身在境外是否能够下签这个事对所以你这个时间这个上面可能有一些混淆了那你具体的话那你看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到底是已经获邀了呢还是说还没有获邀是要递交EOI啊对所以你要把这个清楚搞清楚之后咱们才能商量到底是主身附身的这个问题嗯对的然后这个有同学问到的七年职业需要过职业评估吗嗯对当然是需要的对就是你就是 对技术移民的他最低的这个就是189或者190或者491他的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需要有一个提名就是这个提名呢对就是需要通过通过相关的职业评估然后拿到一个outcome之后你才能就是说你这个提名才是这个occupation啊就是你才能去啊就是递交EOI啊或者递交周单啊什么的所以无论如何是任何的豁免政策什么的都不可能把这个职业评估这个这一步豁免掉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一些就是有一些 啊职业评估机构的话呃不是有的职业评估可能会要求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例如marketing specialist他是需要你至少有一年的工作经验才能做出相关的就是职业评估的对但这不是周单的一个工作经验要求即使你有满足可以豁免周单工作经验的一些啊微博的对啊对那些东西啊但是你这个这个职业评估的这个工作经验要求是没有办法豁免的啊 所以你的专业如果是需要啊这些相关的工作经验来做这些评估的话那你这个这个这个工作时间可能还是需要安排好嗯对有同学提到什么critical skills没有对应到具体的occupation list不确定自己的专业属不属于啊 那开问同学的话如果你现在是有相关工作的话或者是你有相关的提名可能会涉及到critical skills这个sector的话你可以来就是添加啊塞老师的这个啊二维码然后或者是在那个微信群里添加我们其他的顾问都是可以的然后当让那个对我们就是可以一对一的跟你聊一下这个相关的你这个是否符合然后是否需要啊是否是在这个critical sector里面有一些职业不需要那么高对对对这同学提到了 对他可能就是提到了这个GPA的这个要求其实嗯他只要放到了职业那就有一些职业就是天生拉不到这么高的这个GPA嘛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就说就是我觉得会比较呃个性化人性化一点点就好像他为什么preference这个recommend里面会有五点的要求就不会单纯的说像189一样我单纯讲分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他会有很多其他的就是选选项 有其他可选的让你去增加你自己这个优的这一块的一些条件啊能让你满就是让你更好的满足的这个就是周单的要求嗯对的对的所以有的职业可能就有的专业嘛就可能比较难可能就是很很少有机会能达到6.0那可能周单那边也可以着情考虑的可能会稍微有些降低但是这个具体的GPA的要求对于每个occupation的这个要求还没有出来到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那其他的 就是问题可能就是大家暂时都已经解决了那呃呃最后的话就唠叨就是我最后再唠叨一句跟大家说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满足了最低的minimum的这个要求我们可以递交这个相关的EOI是没有问题的对的对的对早早早递交早早未捞然后对然后另外的话那个prefered requirement那个里面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更加对prefered的那些东西例如语言嗯那你可能一定要就是考虑 考高的一点语言另外就是就是就是对至少就是7啊就是那些呃语言的要求要提高一点点然后另外的话还是要求有一个是90分啊至少90分的话呢可能就是语言这个方面是能够最最最直接的提高的分数对那其他的呢还有什么py啊nati啊还有单身配偶那些能够加分的像啊自己想想办法可以能够把这些像加的都加上然后另外的话还有要求工作经验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对从 历年的这个周单的要求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工作经验其实他们是最看重的啊因为看到的是啊就业的这个机会或者是在偏远地区的贡献呀在偏远地区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的时间呢是不可就是不可逆的所以你这个时间浪费了就浪费了那我们能够在就是有充足的时间的情况下能够拿到这个工作经验的情况一定要先把这个工作经验开始进行然后那语言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在你做工作的同时那你说考到 可能就考到了那就该拿到了90分也能也都能拿到了啊但是工作经验这个事错过的时间就不可能再back回去了对吧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那个critical sector那个部分啊那个部分的话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说你可能暂时是在这个里面去的那你可能是暂时不要比较prefer那可能抓紧时间咱们先把那个prefer的这个东西先站住那可能之后你其他的人也有prefer的机会但是目前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咱们就按按部就班的做嘛 就把前面的就是前面的那几个prefer都满足了也是可以的一二三哎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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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prefer除了你不居住在片野地区其他的就是你同学一下这样一下就是说如果已经毕业的那些同学的话就是除了职业你不能选因为你都读完书了你不能改了是不是你就critical skill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啊你一二三四我觉得都是可控的就是可以就是努力努力然后就就是 能达到的一个目标的英语然后意外分数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在偏远地区的居住跟工作这些都是可以拿到的啊就是说嗯既然澳洲单他已经把了这个东西就是一二三四五的这列出来了其实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就是清楚的一个方向嗯会有清楚的方向而且就是越就是随着这个周单越往后就进行的话可能这样的筛选的机制 会越来越成熟可能到时候我们也能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经验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被捞到的机会会更大因为现在我们也就是没见过就没有没有人被捞过嘛就没有不知道所以但是我们只能是从非常就是就是一个网站的上面写了这样的东西给大家分析但是可能等这个八月三十一开了我们见到了捞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大概能知道这个捞的人他有什么的特质他什么雷 哪一块的优他会就是这个来澳洲单是最喜欢的那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会会对于这个东西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对就是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了我们就唠唠唠唠唠唠说了很多然后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新的这个周单政策也有的相关的了解今天的话就是这样子了啊感谢再次感谢大家嗯 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